廟飯人員抬著神轎走在前頭 後面再跟著樂隊以及四名八家將 但整條隊伍還沒走完 最後方還有兩座神轎緊接在後 長長人龍特地從高雄小港南下到屏東東港搭船 去小琉球進鄉 廟飯人員從船隻第二層要把神轎往下搬 底下一群人高舉雙手要幫忙分擔 就怕一不注意神轎連同神像摔落地面 小港九州宮廟發願地就是小琉球 每年大批人馬帶著王爺神像出班 同時搭船已經見怪不怪 但這次出班人數多達兩百二十八人 一艘船根本在不完全不人 那其實包船的那條 它是插在本來的就是所有機動加班的班 部總結 所以當下我們就借馬頭來處理包船 其實跟民眾的譬如說排隊啦什麼 我們根本影響不大 中秋連假之後一天 郭廟進鄉出班 陣仗龐大又壯觀 航運公司調度分配船隻 讓郭廟成員能帶著神像順利搭船出航 也讓連假說假日這一天交通船班不塞船 記得從春華里程演屏東報導